那因為陳佩琪他昨天還有製報說 他還有這些警示跟這些預期 結果被抓包說好像都沒有財產申報 就您對柯家還有柯文哲了解 就是說他們平常在螢光幕前的形象 好像就是一種講得如此的高尚乾淨 但現在怎麼會不敢申報呢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就是說他們昨天開了一場也不算是記者會 他們就是給特定媒體專訪 那既然要專訪那很多事情必須先釐清清楚 包含像2018年這些帳 也就是說你要懂得就是要知道狀況的人 先跟你講說這個東西你講出來有沒有問題 不要說講出來然後突然現在看起來 又有300萬的金流的落差這樣子 這個就有點糗 那同時也包含像這個申報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一樣 因為畢竟這個公務人員財產就是要依法申報 那今天很多東西那當然 這個東西就自由心證嘛 所以就看你自己願不願意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今天現在看起來檢調 很明顯的查出來有一些 他們沒有申報的一些項目 那這個可能我覺得陳佩奇當然要 一來他自己要說明 二來的話我覺得這也是對柯文哲的人設造成一個 滿嚴重的衝擊 那你自己覺得有充滿他的人設 因為就你之前對他的印象是高傷乾淨的嗎 當然就像我不斷在強調說 其實我到現在也很難想像說 他會去收所謂的審慶金的賄賂 這個部分 所以我不太 就是我很難想像啦 但是這個當然也要看檢調去調查 到底有沒有收這筆錢 這樣子後續要看檢調去偵辦 但是只是說我覺得 我們當然過去認識的他 我們都以為說他可能就是嘴巴比較壞一點 可能對屬下比較差 然後可能比較沒有政治智慧 但是呢沒有想到說他有一天 竟然是因為所謂貪污之罪條例 然後被禁到北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當然對他的人設來講 絕對是一個很嚴重的衝擊 那剛才講到就是說 這一個他專挑特定的媒體來放這個消息 那他這個左手開始在講說 綠媒一直爆料這個案情的獨家 結果現在又說 又以這種特定媒體來放話 這種金流的東西不是應該給大家看嗎 難道今天放的這個金流 跟明天講的金流會不一樣嗎 我不太清楚他們的媒體操作策略是什麼 不過我想現在大家 我認為啦 媒體關係的經營是要長久的 不是不能說什麼需要媒體的時候 就把媒體就是揮之急來 招之急去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過去在當文宣部主任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覺得 跟媒體關係經營要非常 這個老實講 真的要很重視這一塊 那也不能說好像 就是獨厚特定幾家媒體這樣 這其實老實講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確實會造成大家的一些不滿 所以我們當然都很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第三勢力要生存不容易 然後媒體願意給我們機會 願意給我們一些發言的空間 我們都很珍惜這樣子 所以包含說現在很多政論節目 也都邀請他們的一些 可能明代或是發言人去上 但他們好像都婉拒了 那我覺得這是自己 把自己的門給關起來啦